2013年一整年 周迅只交出了一部电影《云图》 其他时间几乎都忙着传绯闻 从谢霆锋到梁朝尾 周迅似乎终于爱腻了 2014年一时 他就双管齐下的 一口气送上电视剧《红高粱》 电影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》 两部大作 更在2月21日 继巩丽 赵薇 张子怡等人之后 获颁法国骑士寻章 这还不止前两部作品才杀青 他又在忙着下一部电视剧的拍摄了 三月会拍那个郭在荣导演的那个 现在还是叫早跟女友 我的早跟女友 是和谁 同大为 对 和同大为 然后导演是郭在荣 爱情喜剧 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 就是她得了更年期 对 所以其实故事里面有很多关爱 对 因为现在这样的人群越来越年轻 对 因为生活的压力啊 一些 然后让那个就是 那个更年期提早的会来 现实中连嫁都还没嫁 戏中就已经体验起了更年期 眼看她已经三年没有公开的男友了 难道遭遇了无数次分手的周迅 真的被爱所伤 不再抱有希望 听到这样的问题 周迅干脆借来自星星的你调侃起来 你自己期待什么样的男朋友 谢谢 外星人也不错啊 想上演现实版的女星 迷倒外星男 恐怕是有难度了 不过传闻中 周迅可有望在电影版《鬼吹灯》中 和老搭档陈吞再续前缘 戏里无缘合作 周迅 你就快在戏外把缘分定下来吧 土豆娱乐北京报道